在库里让野球场上的三分流行之前,对球迷大球影响最大的球员,不是科比,也不是詹姆斯,而是艾弗森,这名实际身高不足1.83米的球员。 在强调身高的篮球比赛中,用不屈的意志、贵美的速度以及纯熟的技巧,成为联盟历史中最难以防守的球员之一。 在他之后,肖托马斯和蒂姆他的威等人都将夸下,变向这些炫目的过人动作发扬光大,成为了各自的标签。 艾弗森夸张的体前变向和急速穿的急停机器,彻底刷新了人们的认知。 即使防守球员都知道他喜欢在右侧突破,但仍然会在假动作面前失去重心。 如今,不仅有太多外线球员继承了他的一波,在野球场上也有无数人学习他的动作,但始终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威力。 艾弗森可能是联盟历史上包扁不一,评论两极分化最严重的球员,他极特立独行和永不服输于一身。 他不喜欢对内训练,曾与先生教练拉里布朗形同陌路,但是他在赛场上永不服输,一个人就可以带领一群角色球员,让76人从联盟垫底的球队成为争观豪强,这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。 艾弗森的巅峰时期是在2000-01赛季,那年他与球队主教练和好之后,76人打造出防守郑荣,进攻端几乎只靠他一人输出。 在那个赛季,艾弗森带领76人一次次打败对手,成为东部第一的球队,像其余历史虚星一样。 他们最大那五台赛季后赛,艾弗森的巅峰一战,就是在与湖人对阵的总决赛中诞生。 那年总决赛的预测中,媒体一边倒的坚信虎人获胜,因为当时他们在近后赛与西部球队对战中,还未曾输掉一场。 阵容机型的76人根本难以撼动这样有统治力的球队,虎人打开局就展现了强大的实力。 在善于防守的76人头上不断得分,艾弗森没有束手就擒,他在上半场就得到了30分,将比分反超。 此后两队一直坚持到加十赛。 在加十赛艾弗森继续自己强大的一面,其中突破后的撤步中投,在命中后快过泰伦炉的情景,成为了历史的经典画面。 最终,艾弗森砍下48分,带领76人战胜虎人,击碎了虎人的不败精神,即使总决赛的结果仍然是赋予虎人无缘总冠军,但是这样的孤胆英雄,永不服输的坚韧精神,让他受到了的尊重丝毫不亚于总冠军获得者。